阿扎斯 歡迎來到阿扎斯的頻道 今天想來聊聊我推的孩子 動畫進入第二季的舞台劇章節 舞台劇的張力表現與信念之間的碰撞是最大的看點 作為劇中劇的架構基底 為了讓觀眾可以理解舞台劇的大小狀況 從這個章節起 必要的解說就開始變多了 像本期動畫中 阿奎亞對舞台劇的刻板印象 還停留在舞台場景要切換的話 就是阿拉夏為幕等待劇組換星景 可動裝置很廉價 浮誇的演技難以入戲等等 其實這些凸顯出阿奎亞過去的真身 羽工無染的老派思維 在前世的時候 羽工無染是寧約30歲左右的男性 對舞台劇的概念大概就停在那個時候了 因為後來轉生成阿奎亞 現在一心只想找雙手 也沒那個閒情意志去了解新文化 最新登場的環繞式舞台就沒有那些傳統問題 既然以前看到換場景會拖慢步調 那不要看就沒事了 環繞式舞台就是這樣的概念 把你強制轉向跟著畫面走 演員在舞台上奔跑的同時 座位也會跟著轉動 這個環繞式舞台的場地叫做 IHI Stage Around Tokyo 以下我簡稱IHI 場館位於東京的江東區 在動畫第14集的畫面中 有一幕是館內3D戲劇的影像 這個影像演示了座位區轉動的畫面 其實完美之境的IHI的官方戲劇影片 你可以從畫面中看到動畫跟官方的對比 本季最波的黑川倩說了 現在舞台劇的客群變少 也被說成是夕陽文化 但自從有了環繞式舞台 讓舞台劇升級成為更高階的體感性娛樂 正當AQUIA深感任道 並誇得滿滿滿的時候 真正的IHI 已於2023年12月31日結束營業 現實終究是殘酷的 只能說動畫這波行銷宣傳來得太遲了 如果第二集是去年播出的話 那很有可能受惠於聖地巡迷的熱潮 能替該場地給予一線的升級也說不定 IHI並沒有詳細對外說明結束的原因 是2017年開始營業到結束的2023年 僅有短短的6年 過去有許多動漫改編的真人劇場都在這裡演出 真的可惜啊 有的人猜測是不是資金的問題 坦白說沒人知道 但IHI最初的契約規劃 就是定在2017年到2020年 時間一到就打算拆除 本來是想跟東京奧運做一個冷氣結合 但疫情的影響讓奧運從2020年延後到2021年 這個劇場的終止日也順勢往後推延 還能延到2023年才結束 這應該是最大的寬限的 在IHI退出的同時 原建築物被保留下來 改名為Crayvia Base Tokyo 預計2025年春季會重新開業 舞台劇的旋轉觀眾席已經完全拆除 內部規劃徹底改為靜態展覽 現在預告開幕展為拉西美斯的古埃及展 如果有朋友想要去聖地巡禮的話 可以等2025年再去 順便看看法老王的增積 有玩抽卡手遊的也可以考慮來個聖遺物召喚 動畫第一集有讓我們一撇舞台的全貌 期待動畫最後會如何詮釋這個場地 或許第二季的人氣得靠後半的開眼去拉一波 接下來想來談談一些人氣走向 與目前漫畫最新進展的想法 有劇透的部分會提前講 不用擔心被雷倒 目前第二集開播三週的平均觀看次數 從巴哈的頁面可以看到 大約在20萬左右 單集最高至少也有30萬次的觀看 平均來看已經是本季點閱最高的作品 頸椎在後的是陸乃子 那個魔性的OP真的洗腦 再加上水水邊邊都一堆二高 玩梗玩很搭 這個人氣表現毫不意外 有馬加乃跟陸乃子的生幽剛好都是潘惠美 現在留言在刷生幽梗 直入微馬 想到這個雙骨的真的有夠靠北 我推的表現依然強烟 但可能沒辦法指望再穿上機的高峰 以下是我個人的觀點 如果你有不一樣的看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 動畫在第一集的刻畫 絕對佔了7成的人氣主因 一小時22分的片場挑戰電影規格 TV動畫做到這個程度極為罕見 公布片場的時候就已經引起話題 或許也比較電影的宣傳 事前舉辦適應會 讓媒體、YouTuber在社群上大量推廣 上會正式播出 相關訊息就已經洗得滿天飛 當然爆雷的也不少 動畫工房很清楚知道愛的魅力 將愛的偶像特質拉升到極致 就是想要穿搭愛是無比耀眼的存在 成功地道出的光板 最後讓他淒美退場 事業來自於謊言的堆疊 但唯有對家人的愛是最真實的他 對阿奎亞而言愛是無敵的偶像 慈愛的母親 他的離去是一場惡意 本以為主者是藝能界的內幕秘星 卻因悲劇轉為復仇劇的夜禍 時間一舉跳到多年後 阿奎亞跟露比成為高中生 與當年愛懷孕的時候是一樣的年紀 演藝圈的一切黑幕 也從這時候起一一揭露 第一集能有這樣的起承轉合真的超絕 這個震撼度成功把作品向外推出 就算不是動漫迷也都受到媒體的影響 開始耳聞我推的孩子 另一個重要的推手是Yo Asobi 一首IDOL成為2023年的神曲 並登上當年度紅白歌場的壓軸 這也是第一次有大量的大咖韓團協助辦舞 在Billboard Japan的單曲統計中 截止到2024年的4月 正好是IDOL單曲推出的一周年 這首單曲的點閱次數來到7億次 是Yo Asobi所有的歌曲中 點閱速度成長最快的一首 IDOL不只是一首好聽的歌曲 他的歌詞唱出了娛樂產業的雙面刃 光鮮亮麗以及背後的殘酷 還加入了粉絲對心野愛的想像 讓IDOL成為完美偶像心野愛的代表曲 現在Yo Asobi願意來演唱 對作品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宣傳 這或許也能說明了 為什麼Yo Asobi會擔任OP1的演唱 而不是OP2 近期的水星的魔女 我推的孩子 贊送的福利連 都剛好是這樣的安排 目前能夠達到這種行銷力的人 我只有想到阿董 舞台劇這個篇章因為文字量比較多 用了不少的對話去解說工作現場 本季必須得等到這段結束後 才會帶到原本的主線找兇手 我本劇情本來就比較顯實一點 前期焦點放在原作者 與腳本家之間的碰撞 很實際 但想要等到娛樂性的爆炸 仍然要等到正式開演 至於那個露比 這季大概只能做板蛋蛋觀眾 最美的戲份已經讓他活在OP內 接下來想要簡短談談漫畫的後期走向 這部分開始有劇透 請自行斟酌 本季的OP中已經提前出現一個新角色 就是這個小孩 又是一個空降大神 自稱神明 一出場就是一副知道所有真相的神情 也知道阿董亞跟露比是轉生者 我本來以為看的是偶像復仇劇 現在突然加入一個異界神 感覺是想透過這個全知全能的角色 去加速劇情的展開 結果看到後面是我誤會的 原來這是一場烏鴉的報恩啊 這位神明轉世的小孩 生前是一隻吃貨烏鴉 因貪吃不勝被王子困住 被路過的莎里奈幫他脫困 醫生與共無完則協助治療傷事 所以多年後烏鴉成為鴉神前來助手 慢慢查找承接兇手 是這樣嗎?不! 這尊鴉神被阿董亞跟露比嘴到心態炸裂 現在充當童先慢慢演戲 所以這個神的功能是搞笑吉祥物? 不知道先相信赤板 後面揭露阿董亞的復仇計劃 就是要拍出新演哀的紀錄片電影 《15年的緩言》 並用電影的內容來影射真實兇手 除了戒指讓真相水落石出 也能讓兇手神木灰得到制裁 本來以為演完紀錄片後 讓兇手本人被射死 然後被逮捕之類的 但就在電影放映後 漫畫第152話宣布 我推的孩子進入最終章 《與心與夢》 而最終章的一開頭 就是讓阿董亞跟神木灰私下會面接受反彈 兩人談到愛的身亡 他遺憾地表示 我不是有意殺害他的 只是把柱子透露給歡樂粉絲 希望嚇嚇他 沒想到竟然成了意外 哦 那真是洩漏 神木灰認為電影本身拍得很棒 但內容有過修改跟美化 而且必中就輕 並不是真的紀錄片 特別是他跟愛之間的感情 其實只是他當方面的遺情 這時候 阿董亞拿出愛留下來的 生前影像紀錄片 一共有兩片 各自著名給15歲的阿董亞跟露比 現在阿董亞播給神木灰的內容 就是他自己的那一片 零下內容就是說 心野愛其實深愛著神木灰 但因為異能界的黑暗 已經完全侵蝕掉灰的心 這時已有生育的愛選擇離開 也是不希望將更重的負擔加負給灰 錄下這份獨白影像是託福未來 希望阿董亞跟露比 能夠向神木灰伸出元首 15年的幻言 這部電影的真相 其實就是一封跨越15年的幻言情書 神木灰得知一切後 只說了 為了愛 我要去做我所能做的事 所以現在是把這個兇手給洗白了嗎? 鋪了這麼久 一部電影 一張DVD 一句這就是我們的復仇 兇手就恍然大悟了 應該不是這麼簡單吧 翅板 我還能相信你對吧? 在即將進入最終章前 就有暗示兇手不止一人 前B小婷的成員尼諾 本名新野冬子 這個人是真心喜歡著愛 也是真心恨之入骨 就是一個鬼咒海溜溜的狂粉 不曉得你們是否還記得 第一季動畫開幕後 有推出小說45510 這個45510的主人翁就是新野冬子 那麼現在兇手焦點從神木灰轉到新野冬子 前面一直說神木灰言行橘子都是謊言 究竟是不是真的血腥革命呢? 希望不是 不然前面看似了變態殺人魔的形象整個殉掉 我希望他能夠維持住謊言跟病態的形象 不要那麼簡單就把格調拉低 這一切 只能看看翅板能不能把故事寫好並收好 好好洗刷之前灰夜季施工篇的復評 如果你對我推的後期劇情有什麼樣的猜測跟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麼本集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集見